大潭藻礁面臨中游开发案 学者串联起来 呼吁守护海洋生物的育婴房 这块长达7公里 厚达4公尺的藻礁系统 它的纯度非常高 大部分是由朝间代以下的三红藻所造成的 大潭藻礁是世界上独一无不二 也是台湾北部海岸线唯一 还没有被人工开发的海岸线 已经有研究人员证实 藻礁同时也能为台湾的气候变迁 环境永续 生物动画性等问题找到解放 主党后续开发案的公投行动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在政府的政策面的 这个决策面的为难之下 那我们只有用公民的力量来游说 让政府跟人民来做谈判 9000多票我们已经过了 那第二阶段的30几万份的 这个公投联署书 那我们也积极地在争取 那有一个7600年的藻礁在台湾 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公投行动 藻礁要永存 人心的改变同样重要 大年初三 荒野保护协会来到慈禁内湖联络处 分享自然生态的稳定平衡 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真的能够跟整个环境融合在一起 这个环境好 人自然就会变好 所以就是上人一直在提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大海中的一个水滴 抢救世界级自然遗产 需要更多人的力量 达爱新闻张泰林检员集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